咱们今天的节目啊 先从一次特殊的打捞说起 2016年7月6号傍晚的时候 安徽省富阳市蓝天救援队 到了天津执行一次打捞任务 各位富阳到天津上千公里啊 这么远到底是要打捞什么呀 他们呢是要协助林泉县公安局 寻找一名失踪者的遗骸 林泉县就是富阳市下设的一个县啊 咱们听友里边肯定也有林泉的朋友 2016年6月11号 也就是在打捞之前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这一天晚上八点半左右 林泉县一所中学的老师李华 一个人呢就离开学校了 从这以后就跟家人彻底失去了联系 离开学校以后也没回家 那么到底去哪了呢 家人们呢从11号晚上到12号 一直给他打电话也打不通 李华的母亲呢 因为联系不上女儿 急得都不行了 联系学校吧 学校就说 哎呦 李华呀 这一天都没来上班了 也没有正常的请假手续 我们也是给他打电话打不通呢 李华无缘无故的不上班 又毫无征兆的和家人失去联系了 他母亲的心里边啊 就有了不祥的预感 6月13号一早上 在家人的陪伴之下 李华的母亲呢 就到了新城派出所报案 当时李华所在的这个学校啊 是一个寄宿制的学校 所以平时啊李华都是住在学校的宿舍 只有放假才回家呢 正常情况之下 那一天肯定是在学校的 因为他没放假 警方呢就开始走访调查 首先来到了李华的宿舍 民警就发现这宿舍里边不对劲 为什么呀 这宿舍里边啊 电视机还在开着呢 洗衣机里边呢 还泡着一些衣服呢 电脑也是正常的开机状态 也没关机 这就证明李华的离开 并不是之前计划好的 可能是突然离开 这些反常迹象 就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甚至民警感觉到 这很可能是一起人命案 所以第一时间就启动了命案侦破的机制 抓案组成立的同时 李华的家人呢 也在网上开始寻人在朋友圈里边啊 四处转发一时间林全女校师失踪的消息 在这个县城里那是四散传开了 很快 李华的失踪就成了富阳电视台 林全电视台 以及这两个地方微博微信朋友圈关注的焦点 警方呢调取了学校的监控视频 监控显示6月11号晚上8点32分左右 李华一边打着电话 一边走出了学校大门 从学校里边出来的时候 无论是这个形态啊 举止啊啊 甚至是模模糊糊的表情啊 哎都很自然 就只有李华一个人 从大门出来之后 他呢朝着学校东边就走过去了 东边啊 有一小区 这小区门口呢 有一辆小轿车 李华就上了这辆车 但因为监控离的比较远 所以车牌号码啊 根本看不清楚 至于开车的人也没看到 只能够看出来 这是一辆银色的小轿车 侦察员就开始搜集沿路的视频监控 来进行追踪 但是只追踪了200多米 就失去了目标了 当时呢 因为车辆比较多 再加上是晚上摄像头也没那么清楚 那车都开着大灯啊 所以呀 晃的根本就拍不清楚 这辆车到底去哪了 那开这辆车的到底是谁 那接下来还得继续走访啊 了解李华的社会关系 通过走访就了解到一个消息 说几年之前呢 因为给学生补课 李华和一个离异的学生家长 越走越近 最后呢 就谈起了恋爱 这是李华的同学说的啊 说李华呀 有个男朋友 这男朋友呢 最近几天来了 那你知道他男朋友叫什么吗 叫王战 不过我听说呀 俩人的交往 一直就没得到李华家人的同意 很反对他们 近期呢 李华也跟这王战提出分手了 俩人好像也吵了几回 虽然说啊 是吵吵闹闹 但是王战呢 也的确是非常喜欢李华这个女朋友的 据说都要准备结婚了 那么李华的失踪是不是跟王战有关系呢 警方呢 赶紧就查出来了王战的手机号打过去吧 没信号 李华的手机呢 关机也打不通 这就可能俩人是在一起 专案组的侦察员考虑到李华和王战交往时间比较长 于是就决定从李华和王战近期的旅馆住宿记录来着手调查 希望得到更多的线索 这时候就发现 在李华失踪的十几天之前 李华曾经和一个登记信息叫王明的人 在林泉的一家宾馆一起住过 通过这家宾馆门前的监控查询 发现呢 李华和一个男的就上了一辆银灰色的轿车 这个轿车的车牌号是天津的车牌照 可是在这监控视频里那男的长什么模样 看不清楚 那这个王明是什么人呢 他会不会就是王战呢 李华为什么和王明一起出入宾馆呢 虽然这个疑问还没法解开 但是从这个宾馆的监控视频这 已经看到这辆车的车牌号了 金恩开头尾号是七八八 这辆车呢 是一辆比较破的日产尼桑轿车啊 银色的 这跟那天晚上接李华的那辆车是一样的 根据车辆的牌照信息 民警又查看了李华失踪当天晚上学校周边的监控录像 这辆银色的尼桑轿车果然在学校周边出现过 而且时间上也和李华上车的时间接近 哎 巧合的还不止于此呢 李华在失踪当天晚上拨打的电话里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王明 侦察员呢 又赶紧询问李华的家属和同事 你们认不认识这个王明啊 同事跟家属一听都懵了 王明 什么王明啊 没听说过呀 那么这王明到底是谁呀 既然锁定了这王明了 民警立刻赶到天津 对王明展开调查 而调查的结果 王明不具备作案嫌疑 因为王明本人当天就在天津呢 他不可能跑到这林泉去作案 他没有作案时间 王明也说了 什么李华 我不认识李华呀 我也没去过林泉呢 至于住宿记录 应该是有人盗用了他的身份信息 虽然这条线索中断了 但是侦察员在调查王明社会关系的时候发现 李华的男朋友王站竟然是王明的大舅子 呸 虽然这王明不是王站 王站不是王明 但这俩人竟然有这么亲密的关系 顺着这条线索 侦察员就猜测 冒用王明电话和身份在宾馆和李华一起住的人应该就是王站 后来民警呢 就组织受害人家属来对照片进行辨认 经过辨认确定和李华开房的这个男的就是这李华的男朋友王站 由此王站的作案嫌疑那是迅速上升 那这王站是什么人呢 他呀 是林泉县白庙镇人 他还有过犯罪前科呢 当年呢 有过盗窃前科 曾经多次入狱 小时候啊 他跟着父母到了天津打工 后来呢 就长期不再林泉了 常年活动在天津的大港 也就现在滨海新区的一块啊 同时呢 专案组侦察员对这辆银色尼桑轿车也进行了调查 发现这辆车呀 根本就是一辆套牌车 那车牌号是假的 自从李华失踪之后 这辆车也就像泥如大海似的 根本不知道到什么地方了 时间一转眼 可就过去五天了 到了六月十六号 目前看来 要想着找到李华 首先就得找到王湛 但由于王湛手机关机 一时半会的也找不到他的踪迹 专案组呢 就派侦察员赶到王湛家所在的白庙镇 来进行摸牌 这次能不能顺利找到王湛 是不是王湛害了李华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警方呢就来到了王湛的老家来进行摸牌 一个村干部就说呀 那天呢 在路边看见这个车了 是夜里十一点的时候进的村子 他呢 认出来这车就是王湛的 而且看见王湛就在驾驶位上开着车呢 车里边到底有没有别人 还是有没有什么其他东西 他呀都没看见 那么李华失踪那天晚上 有没有可能是王湛把他接回自己家呢 如果说李华已经性命堪忧了 甚至已经被人杀害了 那有没有可能是在王湛的家里边遇害的 民警啊就进到了王湛的家里 仔细的勘察 就发现他的家里呢 非常的整洁 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 这时候 侦察员从村里小卖部老板那儿 得到一消息 说六月十二号早上五点多 王湛到小卖部买过烟 专案组呢 根据民警反馈回来的信息 调取了六月十二号的监控视频 来进行排查 监控显示 六月十二号早上五点半左右 王湛呢 独自一个人开着车 经过了摇集的卡口 之后呢 一路向东就前往林泉县城方向 到了县城前进路西段之后 就开始掉头了 然后呢 开到了田桥开发区桥头那儿 就从车上下来 走到河边 往河里啊 扔了一东西 他呢 有一个身体后痒的动作啊 不知道手里边拿的什么 反正往外这么一扔 正好从这个动作之后 李华的手机就再也没有信息了 那么警方就判断 这是扔李华的手机呢 接着他呢 开车又掉头 一直走到了杜庄加油站 拐到了120省道上 回到了白庙 从白庙镇又往北开了过去 从这儿以后 这辆悬挂着金恩牌照的尼桑轿车 就在视频监控里消失了 专案组呢 随后把追踪范围从白庙镇 扩大到了临省河南沈丘县流浮镇 侦察员发现 6月12号下午一点多 一辆悬挂着金K牌照的银色尼桑轿车 从河南莫陵上了大广高速往河北方向行驶 各位车牌号可不一样了啊 从金恩变成了金K 通过车辆特征的详细比对 民警确定这辆金K车牌的车和那金恩车牌的车 就是同一辆车 因为在同样的地方有刮擦 并且年检标志啊 保险标志贴的位置啊 以及车前面有个一闪一闪的东西啊 都是一模一样的 现在来看啊 根据车牌来追踪这辆车 已经不现实了 他会不停的换车牌 但是他这辆车太有特点了 这就具有着唯一的可识别性 于是就根据这辆车的特征来进行甄别 展开追踪 就发现这一路上啊 王湛驾驶的这辆车先后换了四个车牌照 但是侦察员还是根据车的特征 死死的就盯住他了 在天津警方的协助之下 民警发现 嫌疑车辆从唐姑中心桥收费站南下了高速之后 往西就开过去了 可是在这个方向的下一个监控视频里 没有发现这辆车的影子 这么一来 这两个监控点的距离是五公里 那么王湛的临时落脚点 很可能就在这五公里的范围之内 那地方啊 已经是属于天津郊区了 视频追踪到那非常难了 专案组呢 也没气馁 干脆兵分两路 一组人马呢 在车辆消失的那五公里范围之内 沿路进行查找 另一组人马呢 到了天津大港区公安分局 调取王湛以往涉案的相关信息 寻找更多的线索 通过协查 就发现王湛呢 曾经在2015年3月份 多次在天津港偷窃柴油 而他盗窃时候用的车辆 是在一个修理厂维修的 这个修理厂的老板叫宋军 而这个修理厂就在车辆消失的那五公里排查范围之内 民警马上开车 就前往这个修理厂进行暗中摸牌 当民警开着车 从修理厂门前慢慢经过的时候 就看见了一辆与嫌疑车辆十分相似的车 正挂在这停车场的那修车架子上呢 侦察员当时调过头来 从修理厂门口再次通过进行观察 随后把车停在了距离修理厂不远的地方 下车步行就来到了修理厂门前 这一次民警确定 挂在那架子上那辆车啊 就是他们要找的嫌疑车辆 在呼叫增援的同时啊 侦察员通过修理厂炸了门的缝隙 向这里边就开始观察 向院子里边就开始观察情况 院子里边呢 有六七个人在那站着 其中有一个人穿着黑色短裤 根据体貌特征来分析 这个人有可能就是王站 考虑到修理厂是封闭的 民警只能从大门外边 观察修理厂里边的动向 而大门口这个位置呢 又太容易暴露身份了 所以只能暂时离开这儿 在场外进行监视 过了差不多十分钟吧 八名增援的民警就赶到了修理厂门口了 当他们正准备进场实施抓捕的时候 意外情况可就发生了 王站突然开车 就从修理厂里边出来了 民警呢还假装跟他打招呼 向他摆了摆手冲他笑了一下 哎就希望他一纳闷 对吧这谁找我呀 找我有什么事啊 要把车停下来不就能抓他了吗 但这王站呢并没理会 一踩油门嗡的一声可就冲出去了 为了安全起见 民警呢也没有立刻开车追赶 就这么着 王站在民警的眼皮子底下可就逃跑了 2016年6月21号 民警在天津唐沽区的一个修理厂里边 发现了嫌疑人王站 以及他驾驶的那辆尼桑轿车 而正当民警准备抓捕的时候 王站察觉出来了 于是开着车强行闯卡逃逸 他开车呀横冲直撞的 把停路边的电瓶车都给撞飞了 民警呢也怕他疯狂逃窜的时候撞上更多的人 得了吧 咱们别接着追了 继续守着他 民警随后控制了修理厂的老板宋军 就询问宋军关于王站来维修车辆的情况 但是宋军呢什么也不说 民警查看了修理厂的监控 视频显示6月21号下午一点半左右 王站开车来到了修理厂 在修车的同时啊 他呢一直就观察修理厂外边的情况 在调集人员的过程之中 其实他就察觉到民警已经来到了 可见王站的反侦察意识非常的强 他当时啊就看见民警开的车 两次经过修理厂大门 以及有人从大门外边往里张望 他立刻把车从这修车架子上就放下来 启动车辆从修理厂大门就冲了出去 正当侦察员在修理厂里边进行调查的时候 一个女士呢开车进了修理厂 这个女士没有注意到穿着变装的侦察员 于是随口就问了一句 哎王站人呢 哎民警这么一听行啊 你这找王站来了 那肯定跟他是有关系啊 宋军身边出现了陌生人 这个女人也立刻提高警惕 发现情况有点不对 掉头就想离开修理厂 但是民警当场就把他控制住了 这个女人呢 姓孙 这孙某就是天津本地人和王站是情人关系 这孙某就说呢 6月18号晚上 王站找到他之后 俩人一起来到这家修理厂 修理他那辆尼桑车的轮胎和后备箱 但是这孙某不知道李华失踪的事 随后在孙某驾驶的车上 侦察员搜出了王站的个人物品 盗窃柴油用的作案工具 一万元现金 以及王站的身份证和一个电话本 民警们考虑到 这王站肯定还会和这个女人联系 他肯定得想拿回自己这些东西啊 尤其身份证现金 那这玩意得用啊 民警随后对孙某进行了布控 要求孙某把所有忽入的电话都通报给警方 每个电话打过来 就对这号码进行登记 和犯罪嫌疑人的电话本上的每个号码来进行比对 6月22号 一个尾号是5553的号码拨打了过来 但孙某呢没接听 因为这号码啊 他不认识 他说他不知道是谁 通过比对王站的电话本 民警就发现了不对劲了 这个号码还真记在这电话本上了 是记的最后一个电话 被注的名称是剑建设的剑 旁边呢还打了一个五角星 通过查询这号码 这是山东德州的基主登记人是郭剑 那这郭剑跟王站是什么关系呢 王站会不会来投奔郭剑呢 上期节目咱们提到了 这民警啊 终于顺着线索就发现了一个叫郭剑的人 通过调查 发现这郭剑呢 曾经是王站的育友 俩人出来之后呢 这郭剑还跟王站一起盗窃过 也算是王站的一个同伙 这郭剑呢 住在山东勒岭 那有没有可能 王站从修理厂逃出来之后 就去投奔郭剑了呢 与此同时 专案组又获得了另外一条重要线索 6月21号 王站在天津与乐陵之间的一家街边超市出现了 在确定了街边超市的具体位置之后 民警呢 立刻赶到了这家超市 就跟超市老板呢 了解情况 当时呢 这王站穿的是一个黑色的上衣 黑色的短裤 穿了一双球鞋 超市老板就说 哦 是有这么个人 他呀 是来打电话的 通过超市老板的描述 民警也确定 这个人 就是王站 现在王站知道 警方在四处找他呢 所以啊 他就像是惊弓之鸟 四处躲 四处藏 这可能给后续的抓捕造成更多的困难 据这超市老板说 王站打这电话也没给钱 这说明他身上就没钱 什么东西也没有了 可见他是非常的慌张 慌不择路了 专案组决定奔赴山东 乐陵通过郭建 来寻找王站 郭建 他呢 也没有一个正当行业 在乐陵警方的配合之下 专案组民警啊 对郭建 开始暗中监控 在监控的两天一夜里边 这郭建也没什么异常举动 民警呢 也没发现王站有联系他的迹象 随后啊 警方通过全国交警查击布控系统 发现这王站 确实从天津到了山东了 6月22号中午12点多 王站开车出现在了乐陵市境内 此时车辆悬挂的还是那个金K的号牌 这说明专案组的判断是对的 他就是来投奔郭建 王站此刻就在山东 现在到了双方比拼耐性的时候了 时间呢 又过去了两天 6月24号傍晚 民警呢 跟踪郭建 来到了乐陵市的一家宾馆 差不多也就十分钟吧 郭建从宾馆 急匆匆的就离开了 民警立刻进入宾馆 亮明身份了解情况 经过询问 这才知道郭建呢 刚是来订了一个房间 说他有一朋友 今天晚上要来这住 专案组就判断 来住的这朋友很可能就是王站 接下来啊 咱们就来一招守株待兔 梦中捉鳖吧 晚上九点多 这眼瞅着守了好几个小时了 这时候一个诡异的身影可就出现了 这个人哪一直往宾馆里边瞅 但是他不进来 一边走一边瞅 从北往南走走到南边又掉头回来往宾馆里边走 一边走还左右看着最后看没什么人 这才进了宾馆 民警一看 不是别人 就是失踪多日的王站 目标出现了 接下来可就是一场里应外合的抓捕行动 6月24号晚上九点多 嫌疑人王站出现在宾馆门口 等他进入到了客房楼道的时候 抓案组的民警迅速把他控制 但是这王站被抓之后那是一言不发 什么也不知道 什么也不交代 甚至连他那辆车停在哪 这都不交代 后来这郭剑呢 被警方找到之后 倒提供了一个线索 说王站的排气管坏了 他呢 就偷了一个车罩啊 就把整个车给盖上了 民警连夜对宾馆周围展开排查 可始终没找到嫌疑车辆 专案组分析 王站既然是走着来到宾馆的 这就证明车辆停放的位置应该离宾馆也不远 因此专案组决定顺着王站来的方向倒着查 结果就发现他是从对面过来的 就往那个方向找呗 第二天中午一直找到附近村庄的时候 在两处民宅很窄的一个间隙 终于发现了一辆照着车衣的车 掀开这么一看 就是王站那辆尼桑轿 当时一看这车太干净了 干净的那么不正常 车的座位包括这中控台仪表台啊 一看这就是重新换过的这更像是二手车商的做法啊 嫌疑车辆里里外外全部清理 后备箱也被冲洗的格外干净 几乎找不到有价值的线索 正常车辆来说 在后备箱里冲洗那么干净 不太正常吧 技术人员呢 继续对这辆车进行勘察 与此同时对王站的审讯工作也一直没停 当民警跟王站提到李华的时候 你就看王站那眼呢 就一直在飘 这就证明他脑子在飞速运转 在思考对策 民警知道王站肯定知道李华的下落 观察到王站这个细微的变化之后 民警决定转移话题 聊聊王站和李华之间的感情 当时民警呢就认为 如果王站还是良知未敏的一个人 这个李华又是他的恋人 那么在心里他一定是有负罪感的 果不其然 这个路线是对的 四个小时之后 王站的心理防线逐渐被瓦解了 最终他交代了 与李华因为感情问题发生争执 一怒之下 把他杀害的过程 原来啊 六月十一号当天晚上 王站到学校接李华回到了他林泉县白庙镇的家 十二号早上五点左右 因为感情问题 两个人又发生争吵 王站的一怒之下就把李华杀害了 因为王站对天津比较熟 思前想后 这要是在安徽处理太容易被查出来了 决定把李华的尸体拉回天津处理 一路上为了逃避警方追查 在上大广高速之前呢 把那车牌子就换了 中间在高速服务区又换过另外两个假车牌 在天津唐沽下高速之前 又换上了之前用的金K的那个号牌 而对车辆进行勘查的技术人员 通过拆解之后 在后备箱的一个夹层里边 发现了一根毛发和一个点状的班机 进一步对这可疑的班机进行检验 确认是李华的 王站交代 到了天津之后啊 他把李华的尸体 抛弃在了大港区太平镇附近的一个垃圾厂 6月30号 专案组呢 押接着王站来到这垃圾厂进行指认 并且寻找李华的尸体 可是找了一天也没找着 7月1号专案组又调来了挖掘机 对垃圾厂展开了全面搜索 7月份啊 当时已经很热了 垃圾厂 那家伙多脏啊 啊 所以在那啊 那蚊虫啊 是一片一片的 从早上到晚上 两台挖掘机 几乎把垃圾厂翻了一个遍 也没找到李华的尸体 这时候警方意识到不对劲了 如果说李华的尸体在这儿 那不管是如何处理的 总会留下痕迹啊 再看站在旁边的王站吧 始终保持沉默 当时呢 就一直跟民警要烟抽 一根接一根 不停的在那作着 情绪上啊 也不是很稳定 对于他这个表现 专案组就意识到 王站似乎是在隐瞒着什么 但是无论警方怎么询问 王站就是不说话 无奈之下 7月2号专案组 只能先把他压界回林全 这回回去之后啊 警方又改变了办案思路了 这王站除了杀人案之外 不是还涉嫌其他的盗窃案件吗 本身就是在逃犯呢 所以民警呢 决定用小案来带动大案 哎 闭口不提命案的事了 在破解盗窃案件的过程之中 这王站哪 自己就沉不住气了 7月4号 王站终于承认 之前他提供给警方的是错误信息 他说真实的情况是啊 6月18号 他把李华生前的衣服和其他物品 扔在了垃圾厂 随后把菜刀 缠斧等作案工具和尸体 分别抛入了天津滨海新区 渔庄子水库和黑猪河西南侧的水沟里 得到这个情况之后 专案组再次压戒王站到天津 进行现场指认 命案侦破证据链必须充分完整 尸体不打捞上来 物证不打捞上来 就很难定他的罪 于是呢 民警啊 就赶紧联系了复养式蓝天救援队 队员们呢 终于千里迢迢赶到天津 在两条河道里打捞出了王站杀害李华的作案工具 以及李华的尸体 最终2017年7月31号 安徽省复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 被告人王站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说在四十多年前呢 南美洲发生了这么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件 有四十几个人 他们包了一架飞机上天了 结果半道上飞机遭遇事故 坠落山崖 不过呢 这些人比较幸运 飞机摔的并不是特别严重 所以说这四十多人里面 大部分当时都活下来了 可是活下来归活下来 这飞机 他正好坠落到了一个高山的山谷里 这四十多人就被困到这山谷里了 那最终呢 经过长达两个半月的煎熬 这四十几人 只有十六个人幸存下来 那他们是怎么幸存 怎么活下来的呢 在这两个月当中 他们靠的是吃其他遇难者 其他同伴的尸体 这样慢慢撑下来的 足足生存了有两个半月 两个半月之后 这群人当中有三名勇士 那他们带着足够的干粮啊 就是带了很多这个人肉做成的肉干 上路了 他们翻过高山 往远处走 最终越过国境线 找到了周边的居民 求助成功 最后呢 十六个人全部获救 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安蒂斯奇迹 就是这么一个事 不过后来啊 这十六个人的这些行为呢 被曝光之后 舆论的压力和谴责 当时是扑面而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之所以能够活两个多月 靠的是吃人啊 所以当时舆论 老百姓并没有把这些人当作是英雄 而几乎全都是在指责 他们吃人的这种丧失人性的行为 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详细说说这个 安蒂斯奇迹 具体是怎么回事 具体时间是在1972年的10月份 当时呢 在乌拉圭 有一支业余的橄榄球队 他们接到邀请 打算前往智利的首都圣地雅各 去参加一场比赛 不过呢 因为他们这球队啊 人数比较多 前后叔叔有33个人 所以呢 他们为了方便 就在10月13号这一天 他们就直接租了一架飞机 租了一架乌拉圭空军 的第571号飞机 包了这么一架飞机 飞往圣地雅各 这飞机包下来之后啊 一交接 球队队长发现呢 这飞机上座位啊 挺富裕 数了数 能多出来10个座位 于是队长就通知这些队员们啊 说这飞机上呢 还有大概10个空余的座位 所以队员们呢 可以邀请自己的家人或者朋友 一同前往 就当是球队福利了 球队里面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都是189岁 20上下 好多人都头一次坐飞机 都新乡啊 所以说当时这10个座位立马就被填满了 很快强钩一空 这里面呢 其中有一个队员叫 纳多帕拉多 他就带了自己的两个亲人 带上了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妹妹 那么这个人 纳多帕拉多啊 他也算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角了 简单揭说到了10月13号 飞机准时起飞 总共是45个人啊 算上人家那个飞行员 45个人兴致勃勃 有说有笑就出发了 可是呢 好景不长 他们这飞机刚飞到这个安地斯山脉附近的时候啊 就突然遇到了恶劣天气 不适合继续飞行 所以呢 他们只能中途紧急破降在附近阿根廷的一个机场里 等着天气好转了 再继续飞行 破降之后 这么多人 40多人 经过一天的休整 第二天转过头来 到了10月14号 发现这天气 哎 有所好转了 应该可以飞了 所以呢 当时这个机长就决定 当天中午的时候 哎 重新起飞 不过对于这个重新起飞的决定呢 哎 当地人家阿根廷机场的工作人员 不认同 人工作人员说 说根据我们这个以往的经验啊 如果你在中午这个时候起飞的话 那么你在下午的时候呢 应该正好是在飞越安地斯山脉呢 那个时候啊 很容易会遭遇到比较强烈的上升气流 这是非常危险 可是对于这个忠告啊 这俩飞行员不听 没听进去 可能毕竟人家是这乌拉圭空军里出来的老司机 没准比较膨胀 就非要中午起飞 人机场这边的工作人员一听 飞要飞 心想大概啊 人家可能空军里出来的一高人胆大 人家有这本事能飞 也就没多说什么 让他们飞了 但实际上呢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这飞机起飞之后啊 果然在当天下午的时候 哎 正好就开始飞越安地斯山脉 就飞到这安地斯山脉这块了 那么在飞越的过程当中呢 果然也就遭遇到了很强烈的一个上升气流 那再看这俩飞行员呢 根本没当回事 他们可不是一高人难大啊 上来就一顿骚操作 结果发现一点用没有 没用 不仅如此啊 随着他们这么一顿骚操作啊 这飞机还发现还出现了很剧烈的颠簸 而且逐渐的偏离航线了 直到这个时候 这俩飞行员才意识到 哎呦 自己是闯祸了 不该中午起飞啊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了 那因为刚才这俩人一顿骚操作 操作失误了 飞机随着逐渐的剧烈颠簸 再加上这个上升气流 已经失控了 所以说这情况很紧急 最后终于在下午三点多的时候 一个不留时 飞机的尾巴撞上了旁边的一座山峰 两名飞行员首先撑就给甩出机舱去了 当场就摔死了 那与此同时呢 那尾巴都撞下来了 整个飞机尾部已经没有了 那飞机机身当然也就开始坠落了 最后整架飞机就沿着这个山坡 四溜就滑到这山谷里边去了 要说呢 这帮人也算是幸运 幸好当时这安地斯山脉上 中年积雪呀 很厚都是雪 再加上当时这个撞击力度 并不是特别的猛烈 并没有特别大 所以说飞机当时撞上之后呢 也没爆炸什么的 就顺着这个山坡就滑下来了 所以当时那飞机落下来之后啊 很多人还是活了下来的 等到这个飞机终于是停到这个坡底 惊魂落定之后 人们逐渐醒过来 发现飞机上45个人当中 包括两个飞行员在内 有12个人遇难了 剩下活了33个 不过呢 这33个人也没好哪去啊 有不少人因为撞击受伤了 或者昏迷了 其中就包括咱们的主角 纳多帕拉多 出来之后 这帮人一看啊 完蛋了 他们全都被困在这安地斯山脉上了 这座山脉海拔高达3900米 附近根本就没有人烟啊 都是雪都是山 而且一旦到了晚上 这时候这儿的气温足足有零下30度 就连当地一些很有经验的登山巷岛啊 都不敢随便进到这山里 说白了 当时这33个幸存者 他们被困的这个地方 可以说根本就是不适宜人类居住的 飞机因为事故坠落山崖 出来之后一看四周又是荒谷人烟 环境恶劣 这33个人当时他们的当务之急 很简单 就是得想办法活下去 安地斯山脉 南半球吧 这时候那边正好属于冬半年 很冷 那环境根本就不适合人类生存 雪非常厚 人走进去都磨得屁股 不光是冷 再加上这个山脉海拔比较高嘛 空气稀薄 高山上阳光也厉害 紫外线强啊 后来时间长了 好多人嘴唇皮肤都起泡了 就说呢 当时在这坠机之后 球队的这个队长叫马赛洛 他清醒之后呢 首先就开始召集那些没受伤的清醒的人 组成了一个自救小队 把其他那几十个 还被困在飞机里的乘客 一个一个先都给救出来 但是呢 因为飞机 他毕竟是撞山了 坠毁了 有人还是伤的很重 其中有一个很不幸的 这个人叫恩里克 他呢 被一根15厘米长的钢管 直接插到肚子里 那当时为了救他 人们只能替他把这钢管拔出来 还不敢慢慢拔 你想 插到肚子里 随便一动 稍微一碰 疼的不行啊 所以他们只能猛的往外 突然一把拔出来 结果没想到啊 他们突然这么一把 猛的一把 连带着一大段肠子都给扯出来 那甭多想啊 后来没多长时间 这哥们就冻死了 不过对他来说啊 死得早 其实反而算是一种幸运 从坠机之后的第一天晚上开始 对这帮人来说 这噩梦其实才刚刚开始 第一天晚上 因为外面实在是太冷了 刚才说了晚上零下30度 所以这33个人就全都躲进了这个摔坏的那个飞机的机舱里面 但是即便如此 机舱外边零下30度 机舱里边拿表一看零下25度 不差多少还是冷 不过好在能够挡挡风 那当然了 毕竟这飞机呢 也已经撞烂了 尾巴都撞没了 机身上到处都是一些裂缝 所以说呢 为了挡风 为了保暖啊 他们就把机舱里面所有的尸体什么的 哎拖到外面 用机舱里的一些行李啊 杂物啊 甚至用雪把那些透风的裂痕什么的全都给挡上 勉强能够挡点风 然后为了保暖 他们把这飞机里面所有座椅上的那个布套 座椅的布套都给拆下来 缝到一块 缝成一张大被子 33个人一块钻到被子里边裹在身上互相取暖 而且非常悲剧的是什么呢 虽然说很多人抽烟 都随身带着打伙机 能够随随便便点起火来 可是身边没有能点的东西 他们把所有能找到的能烧的 什么纸啊 书啊 甚至他们身上所有的这个钱 总共掏出来 数了数7500美元的现金 都给点着了 就为了取暖 可是还是不管用 你想30度 零下30度多冷啊 所以最终只能是30几个人一块盖着那个大被子 30多人挤在一个小角落里面 脸对着脸 互相朝着脸上哈气来取暖 可即便说是这样 第一个晚上还是有5个人被冻死了 一觉醒来第二天就剩下28个人了 这是坠机现场的情况 另一边呢 飞机坠毁失联之后 马上这个消息就传到了祖国乌拉圭 还有曾经迫降的阿根廷 人阿根廷那边都嘱咐他们了 说这对出事啊 结果真出事了 以及他们本来的那个目的地 智利 三个国家一块展开了这个搜救行动 一开始呢 这些幸存者啊 在这飞机里面啊 还有有人带着有那收音机 通过收音机呢 还能听到啊 发现周边各国都在组织这个救援小队搜救他们 其实这个时候呢 一开始他们这心里听到这新闻啊 还是很乐观的 毕竟当时他们好歹来说 有这么一个庇护所呀 有这么一个机舱能遮风能挡雨 身边呢 好多人行李里边都带了很多食物啊 有不少能吃好几天 所以当时他们听到这个搜救的消息之后啊 几乎所有人都没有特别紧张啊 都认为过不了几天 他们就能够回家 能跟亲人们团聚了 可是呢 事与愿违 安地斯山外多大呀 当时你想因为那个猛烈的那个上升气流 又把这航线吹歪了 当时那搜救小队呢 在周边找了好几圈没找着 他吹歪了 当然找不着了 所以说前前后后 三个国家的搜救小队找了十天 没找到啊 这边这帮幸存 协议内容非常简单 如果我死了 那么剩下的人为了生存 可以吃掉我的尸体 于是在空难发生之后的第十天 他们开始以同伴的尸体作为食物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因为同伴里面不仅有自己的好朋友 好队友 还有自己的家属啊 但此时此刻对他们来说 为了生存这些所谓的人性道德 已然变得不堪一劫 尸体在他们面前 只不过是一块食物 我们前面提到的主角帕拉多 咱刚说了 他带的亲人最多 带了一个母亲 带了一个妹妹 他后来在自己的这个回忆录里面 写了一段这样的话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人类社会的规则已经不再属于我们 山中的规则由大自然决定 我们为了生存 我们必须适应这样的规则 我的母亲和妹妹在前几天 也因为疾病和严寒去世了 这个协议意味着我的亲人 我的母亲和妹妹 也属于未来的食物的一部分 那在当时这样的情况下 帕拉多只能起带头作用 他前头说 要不然啊 咱们先吃掉那两个飞行员的尸体 那当然了 他不愿意真的去吃自己的亲人的尸体 所以当时他提出 说咱们先吃这俩飞行员的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其他大多数的遇难者 死者 他们都是熟人 实在不好下口 这俩飞行员咱不认识 所以说咱们先吃他们 那这个提议 剩下的26个人也都很认同 都先吃他了 而且因为这个气温比较低啊 所以当时俩飞行员的尸体 还保存的很好 正因如此 当天晚上他们的晚餐顺利解决了 可是这两个飞行员 他毕竟这肉量有限啊 肯定不够吃太长时间 所以没多久 他们就不得不开始动口 吃掉那些自己死去的亲人和朋友 那么在吃的过程当中 为了避免一些心灵上的这个谴责 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吃掉其他队友的亲属 不吃自己的 互相交换着吃 其实在这些队员里面呢 他们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徒 是很禁忌这个的 但是如今 在生存面前 宗教可以说已经变得一文不值 当时唯一的一名女性存者 她一直因为这个宗教信仰 不愿意吃尸体 但是最终呢 还是因为实在是太饿了 再加上其他人的劝说 最终还是妥协了 就这样 靠着吃人肉 他们得以继续生存下去 不过 好景不长啊 这吃人肉的好日子还没过上几天 另一场灾难 又发生了 10月29号 灾难发生之后的第16天的晚上 一场雪崩突然降临 这场雪崩下来之后 直接把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个机舱给埋住了 有八个人当场遇难 另外剩下的19个人 也被在这机舱里面困了整整三天 最后才勉强的挖了一个洞 才爬出来 就这还不算完 后来又过了半个月 11月15号 空难发生之后的第34天 又有三个人因为受伤和疾病去世了 这个时候 幸存者只剩下16个人 也是直到这个时候 他们才意识到 如果再这么等下去 就算吃光了所有人 估计也等不到救援 更何况官方的救援本来就已经停止了 依靠他们的父母估计很难找到这 所以说直到这个时候 他们才终于开始想办法 想自救 可是怎么自救呢 这16个人就商量 忽然之间啊 他们就想起来 当时在坠机之前 机长在广播里面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目前已经飞过了库里科 当时这句话说完之后没多久 飞机就遇到事故 坠机了 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 库里科是什么地方呢 库里科 它是离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不远的一座小城市 也就是说呢 当时这飞机刚刚飞过这座小城市 那么根据这句话 这16个人就推测 既然说刚飞过库里科 那现在我们所处的地方 离库里科肯定不远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翻过周围的这些山 我们很有可能就能够抵达库里科 就能够找到救援 就能够逃出升天 这个想法 可以说是他们当时唯一的希望 那么为了这个希望 他们就制定了一个绝地求生计划 计划很简单 从他们的艰难跋涉 他们终于是走出了高山的血线 走到了一个河谷地带 在12月20号这一天 在这条河谷 他们偶遇了一个骑马的路人 此时这三个人已经泪瘫到地上了 激动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三个人当时遍体鳞伤 高原反应 脱水 冻伤 骨折 坏血病 营养不良 如果再晚几天 估计真的就死这了 当时他们马上就叫住了这个骑马的路人 最终得到了救援 三天之后 12月23号 救援直升机终于是飞到了实施现场 救出了其他所有的13个人 至此这16名幸存者终于获救了 当时这个事件被人们称为是安蒂斯奇迹 世界各地都在报道 不过当时在刚获救之后 没有人敢透露他们互相吃同伴的这个真相 但是即便如此 这么多人在这高山上面活了两个半月 这本来就不正常了 所以说外界有很多猜测 因为当时他们每个人行李当中带着吃的肯定不多 人家是去参加比赛的 又不是出去玩的 所以说肯定没有那么多吃的 人们都在想 既然没有那么多吃的 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更别说他们后来还搞了一个赶死小分队 给他们足够的补给 足够的这个衣物 让他们出来找救援 这不太可能 所以说当时在这个外界的这个瓷器笔伏的质疑声中 最终这16个人终于是有人承受不住内心的谴责 把真相给说出来了 说这两个半月当中 我们靠的是吃同伴的尸体 才活下来的 这个消息一出 媒体全都炸锅了 人们全都开始指责这16个人 说他们是丧失人性 冷血无情 不应该继续在狗活在世界上 好多人要求他们自己主动自杀谢罪 那面对这样的声音 那16个生还者肯定也相当痛苦 后来两年之后 1974年 其中有一个幸存者叫卡内萨 他就对于这个事呢 就出了一本书 叫活着 安蒂斯空难幸存者的故事 是这样的一个名字 书里面就讲述了他们在安蒂斯山外 总共是72天的生存经历 卡内萨在书里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他说 靠吃人肉活下来 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 我问自己这样做是否值得 答案是值 这样做是为了活着的人 继续能够生存 如果当时地上的是我的尸体 我也希望你做同样的事情 跟他一样的 还有我们的主角帕拉多 在成功脱险之后 帕拉多没有去接受任何心理咨询 他也没有做过任何噩梦 就这样安安稳稳的生活了20多年 还有了两个十多岁的女儿 当然也结婚了 不过在生还之后的这20几年当中 他始终都没有忘记当年的那场事故 还有当时牺牲的那些人 所以在这几年当中 他是前前后后11次去到了当时的坠机地点 想埋在那里的母亲 妹妹和其他的朋友队员们 献上自己的鲜花和祭奠 而且每年12月22号 他跟其他的这个生还者们还要聚一次会 也是为了纪念之前为他们牺牲的那些同伴 那也就是在几十年之后 帕拉多也出了一本书 这本书叫安地斯山脉上的奇迹 在书里 帕拉多说 我之所以怀着强烈的愿望走出高山 是因为我想再一次看到我的父亲塞勒 我的父亲是我当时坚持活下去 甚至不惜去吃人肉的唯一的动力 我的母亲和妹妹都死了 我也没有女朋友 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去看到父亲 让他拥抱我 人们问我为什么要等过去33年 才把我的亲身经历讲述出来 我也不知道原因 但是我想为自己的父亲写点什么 当我父亲读了我的书之后 他对我说谢谢 然后他就拥抱了我 那正是我想要的 可以说这两本书 最终也是为当年的安地斯奇迹 画上了一个句号 让人们真正了解到了他们是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才吃了那些人 才最终活下来 坚持到现在 以前我们说过很多有关吃人的案子或者吃人的事件 显而易见 之前说过的那些吃人事件都是错误的 都是罪恶的 都是我们应该去谴责的 是无法原谅的 但是今天咱们讲的这个故事 跟那些还都不一样 我们也不好评价这16个人 他们的行为到底是对是错 至少当年人们对他们的那些声讨 我想那肯定是不负责任的 因为他们不知道这16个人经历了什么 心里是怎么想的 现如今 这场空难已经过去40多年了 当年的那些幸存者们 大多数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暮年 有一部分已经去世了 他们当中很多人也都承认 正是当年那场空难改变了他们对生命的认知 帕拉多当时在那本书里面写过一句这样的话 我认为很有哲理 他说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安地斯山 这座安地斯山脉 就是生命本身潜藏的危险和绝境 但又一定是蕴藏的希望和奇迹 他这本书写的也不错 大伙如果感兴趣 可以去找一找 买来看一看 另外这起空难事件 后来在1993年 被导演弗兰克马歇尔拍成了一部电影 叫天节余生 天空的天 打劫的节 余生 余生请多指教 那个余生 电影拍的不错 听好看的 豆瓣评分8.0 等会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看